台湾的石油与天然气 账账账 国际油价账不停 但是满街奔磁的汽车 却还是得要加油 这时候或许有人会希望 如果台湾自己就有生产石油 这样石油的价格会不会就会稳定一点 便宜一点呢 其实台湾的确有生产过石油 远在西元1861年 台湾就有一位名叫秋狗的居民 在苗栗出黄坑一带 发现了石油漏头 当时他用人力的方式 挖了一个深度三公尺多的井 每天差不多生产40公斤的油 被用来点灯和医疗用途 到了1877年 蜻蜓家开采权收归官办 并且还聘请了两位美国技师 采用机器找井 台湾第一口油井终于诞生 在这个纪念碑下方河岸的位置 正是当年油井的所在地 至于初黄坑这个地名 是当初发现这里所冒出的是硫磺色的液体 居民并不知道这就是原油 以为是硫磺 因此并名为初黄坑 所以一百多年前 台湾就已经发现有石油并加以开采 只是时至今日 石油的产量已经为乎其为 现在台湾地区绝大部分的油气田 所开采出来的 都是以天然气为主 截至目前为止 台湾陆地上已经开发的油气田 有出黄坑 井水 铁针山 青草湖 永和山 宝山 白沙屯 巴掌溪 新银 吉官田等 目前从事50多口井的天然气生产及处理工作 海域方面 民国75年开发生产新族外海的长康油气田 直到90年拆除生产平台 目前正积极开发高雄外海的F构造油气田 为什么台湾的油气田大多分布在这些区域呢 而且为什么台湾的油气田几乎都只生产天然气呢 在进一步探讨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油气是怎么形成的 根据推算 在数亿年前 大量的细菌豹子 花粉 藻类 浮游生物及动植物死亡之后 它们的残骸在一个快速掩埋 以及与氧隔绝而得以避免腐坏的机会下 转换成石油的前身 油母质 历经了几千万年之后 随着埋藏深度的增加 地底的温度与压力也相对提高 整个沉积盆地的环境 犹如一个压力波的状态 这些有机沉积物终于因为受热而裂解出油气 在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研究所石油系统实验室里 研究人员利用钻石针热解的新技术 让我们透过显微摄影 得以观测到石油及天然气生成的过程 石油是历经数千甚至数百万年才一点一滴慢慢生成的 在自然界的产油过程当中像是一个小火慢炖的过程 而人类在有生之年是没有办法去观测到这整个过程的 因此我们的实验是以大火快炒高压的方式去模拟它的 我们将生油盐加入矿物以及水去模拟 自然界地层当中的产油情况 那我们将它放置在两个上下加压的 钻石毡当中也就是模拟地层的压密的过程 然后让它去加热产生石油 这就是我们的钻石毡 它的主体结构就是上座下座以及中心炉心部分 也就是对照我们的图这样子的结构 然后我们的样品就是放置在钻石毡当中 让它去加热产生油 在高压的环境之下 随着温度的上升 我们看到了油母质逐渐裂解出液态石油与天然气 现在的温度大概是370度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油母质它还是呈现一个像原本的样子一样 那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温度的慢慢升高 它的边缘会慢慢开始有一些液体流出来的样子 我们可以大概在400度左右 就可以看到油母质的边缘开始有一些变形 有一些流体慢慢地流出来的样子 我们也可以从它液体流得越快速的样子 我们可以知道那一段期间是它最主要的产油区间 大概在440度左右达到巅峰 中间黑色的部分就是胶粒气 我们可以在后期看到有一些气开始慢慢地产生了 那是油持续的裂解之下就会有一些气产生 油母质生成环境的不同 则会造成油气产生成成分与比例的不同 油母质的来源可以依照沉积环境分为三种 如果油母质是沉积在海洋的环境呢 它最主要来源是一些浮油细菌 藻类这些为主 那它是以产油为主的 如果是沉积在湖泊环境呢 它最主要来源是一些包子 花粉 角皮 树子 它是以产油为主的 其中辣子的成分会比较高 那如果是沉积在路向的环境呢 它最主要的来源是一些植物的木植布 或是一些纤维的组织 让它是以产天然气为主 当油气形成后 因为深油盐层通常没有适当的孔隙 可以除击油气 当油气愈深愈多 地层内压力升高 将油气排出到周围孔隙度高的地层中 如沙盐 石灰盐等 这是油气第一阶段的遗期 当油气进入高孔隙的地层中 由于孔隙大 毛细阻力小 油气可借由浮力快速沿着这个运载地层 往浅速移动 这是油气第二阶段的遗期 当油气在遗期途中 遇到细致不透油的地层 如液盐 泥盐 所形成的地质封闭构造 如背斜构造 断层构造而停留下来 慢慢由上而下汇集在这个封闭地层中 封闭内的油气愈积愈多 就形成所谓的油场 从这张图显示 台湾陆域与海域有多处沉积盆地 先天上就已经具备了深油的环境 这个油气最主要是产在一个沉积盆地里面 所谓沉积盆地是很大一个凹陷 那么上面有很厚的沉积物 那里面你如果有油气的话 才能生产油气 才能移去到附近的构造来 根据这张调查结果 我们可以发现 台湾的西半部 正好就具备有适合储存油气的构造 总和来讲 台湾有两个陆域有两个重要的盆地中心 一个竹东出望坑一带 就是我看到这一块 另外一个是眉山起山的深油村 就南部的这一块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北部为主 就主要这个深油中心 这最重要是说 它盆地的中心深油在这里 那么它所产生油气 会移去到附近的构造高区 所以才产生这个陆上的油气田 还有一点点CPK 就是海上的油气田 集中在这里 它具有在深油园旁边 就在周遭附近 至于目前油气田所开采出来的 为什么大多是天然气呢 主要就是因为台湾陆上油气田的油母质 是属于陆向沉积环境的木质型油母质 透过钻石针热解实验的显微摄影 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台湾的深油盐木三层 在温度不断升高的情况之下 裂解出来的的确是以天然气为主 台湾因为大部分的油气 都蕴藏在叫声的地质构造中 油气藏在哪里 就要靠探勘技术来发掘